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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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进行支付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ATM自助售票机 也将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付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的消息说 重庆五龙在北京这年23日的17时43分 发生了5.0级的地震 那么镇中的位置是位于北纬29.4度 东京一百零7.94度 震源的深度是10公里 重庆的彭水 五龙 丰都 石柱等地就均有震感 11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 2017年11月23号 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开通运行 预计在2018年底前 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将全面建成 据了解 信息化办案平台建成后 主要具备监狱网上报送 法院网上审理 检察院网上监督 多种智能服务等功能 信息化办案平台的全面建成 刑法执行机关向法院报送减刑假释案件 一律以电子授据形式 中国网上传说 无需移送只字卷证 在传统办案模式下 法官往往陷入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 造成案多人少的矛盾 信息化办案平台的建设运行 有助于提高案件办理水平和效率 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在阳光下运行 让司法腐败 无处藏身 昨天下午五点多钟 北京朝阳区的华严北里小区 突然间发生了火灾 那我们的记者也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我们来看一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段视频中的火势 还局限在整栋大楼的一层位置 而从另一段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 大火已经上穿到了居民楼的高层 我现在所坐的位置是北京市朝阳区 华严北里43号楼的楼下 那么据群众反映今天下午5点42分左右的时候 这里引发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火灾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 这整栋大楼的西侧位置 从一层一直到17层 有比较严重的一个过火的痕迹 6点32分 火灾发生50分钟后 所有明火被完全扑灭 晚上9点左右 居民开始陆续返回家中 我们报的警新发现了 在楼下着了我们发现了 119 完了给无业打电话 完了我们就赶紧就走了 完了喊街坊什么的 但是不知道是着火了 然后劈了啪啦就响 然后我们就没吃饭 我看外边喊快下来快下来 我们就赶紧出来一看 这全是烟 为了避免次生灾害 居民楼着火一侧的天然气 电力供应已经被完全切断 电梯因为救火时 涌入了大量的水 也处于停运抢修状态 而受火的一些返家居民的房屋 已经无法居住 他们应该如何被妥善的安置 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已经联系了周边的一些酒店 现在还在统计一些人 现在暂时呢 小医院开始有一拨人 发生不外面冷嘛 小医院的这个闭闭风 我们这也是有一拨的闭闭风 据现场局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火灾的起火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北京市公安消防局官方微博称 起火现场为住户家中 回自行阳台上杂物 过火面积20平米 无人员上网 每到了这个秋冬的季节 风干雾灶 也是火灾的高发期 你比如说11月18号 北京市的大清区西洪门镇 就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而这个火灾也是造成了 19人死亡 8伤的惨剧 那么根据了解 起火的这个聚服员的公寓 是一个局部三层的老旧公寓 完全没有消防的安全的设置 那楼房里边 空间非常的狭窄 也没有通风口 也没有消防通道 而这样的一处违法建筑之内 近来有305间房子 住了大概有400多个人 所以这个事件 也是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的反思和关注 那最近北京市就部署了 全市21个部门 开展了为期40天的 安全隐患的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 在北京市永顺镇 消防员来到一栋四层建筑 进行检查 记者初步估算了一下 这栋建筑每层有50多间房 四层一共200多户 然而这样一栋人员密集的建筑 其内部消防设施 却缺损严重 一旦缺失这个防火门 烟就串起来之后 咱们这个整个的楼梯间串烟 就像当一个烟囱一样 人没办法逃生 检查中消防员发现 整栋建筑没有一个小火栓 此外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淋系统等 防火灭火设备 在这里也全部缺失 然而在采访中 记者却发现 这里的个别住户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隐患就在身边 消防部门表示 目前这栋群租公寓 已经被纳入 本次排查治理的重点 马上会会同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进行整改 消除火灾隐患 垒江市丰台区群租房大院的 拆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2号上午 丰台区南越街道 一处1800平米的机场部队 出租大院已经人去楼空 几天前 这里还是一处建材加工 仓储住宿多合一的围建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们联合了辖区的这些部队 铁路和企业主动对接 共同开展这个行动 把我们的这个辖区的出租大院 仓储加工住人三合一场所 采钢板房 违章建筑等等 作为这个清理整治的重点 咱们都说水火无情 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这个消防设施要达标 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有 足够的消防的意识 比如说学校开展的这种逃生的演练 比如说有一些聚委会 家委会也会组织逃生的演练 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如果深陷火场应该如何逃生 当你发现自己所处场所发生火灾 要在第一时间弄清楚火势大小并炮警 可通过烟气蔓延方向 或楼道应急广播 判断起火位置 火势情况 根据火势大小和自己所处环境 即使做出固守代员 还是迅速逃生的决定 不要慌张乱跑 也不要盲目逃生 开门逃生前 应该先用手触摸房门 如果房门变热 则不宜轻易打开 否则烟和火就会直接冲入室内 要马上选择一个暂时避险的地方 最好是有水源 靠近窗口 用湿床单封堵门缝 延缓烟气蔓延 不要贸然打开门窗 有毒烟气会迅速进入房间 也会造成火势迅速向房间内蔓延 如果火灾初期烟少火小 楼道走廊没有被烟气完全封住时 要用被子 毛毯或柱子 用水淋湿裹住身体 并佩戴好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选定正确的逃生路线 弯腰低丝 依次有序沿着安全出口迅速逃离火场 不要贪恋财物 不要乘坐电梯 如果大火加安全出口封堵无路可逃时 可以在阳台或者楼顶打电话求救 或者用醒目的物品引起消防人员的注意 以便及时获救 也可以用床单窗帘或者其他绳索 从窗户滑下逃生 被困在二楼无法逃生时 可先向地面扔一些棉被等柔软物品 再用手扒住窗台自然下滑逃生 不要盲目跳楼 也不要强行穿过浓烟烈火区进行逃生 如果发现身上着火 千万不要来回奔跑 应赶紧设法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 压灭火苗 也可以及时跳进水中 或让人向身上浇水将火扑灭 一旦逃出火场后 要告知现场消防人员起火位置 和人员被困情况 不要自行返回火场 热线12今日关注 人生轨迹被改写 陕西卫南女子身份被盗用20年 大龄男子相亲娶妻 新婚妻子竟是被拐外籍女子 昨天我们的栏目报道 陕西卫南的田女士举报 有人冒用她的身份信息 长达20年之久 那么现在事情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田娟一直认为 她的人生轨迹 从1997年的那一刻起 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97年 田娟就读卫南市县王中学 她说那一年她考上了 城关职业中学的中师 又是专业 但是面试和体检都合格的她 最终并没有到城关职业中学读书 因为那一年她没有收到 原本属于她的录取通知书 有人顶替她上了学 田娟的家庭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母亲离家出走 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当时就到超市里面把包一圈 我就直接骑个自行车 我到处去找 我还到那个 到那山里边 还去找了 跟我爸一块 还有我妹妹都去找了 他们都说我没找到 如果我当年没有被人 莫名警弃的话 我在家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而田娟对记者说 当年顶替她上学的人 直到现在 还在用田娟的身份证号 缴纳社保 她的治房公积金就用我的 还是一直用我的在交着 最先的日期到10月18号 还有她还要交那个 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的话 她个人的工资 每个月扣出52块8 她基本医疗保险 她交到11月6号了 你本身有医保和中央公积金吗 我没有 对孩子以后有什么影响 到时候孩子又是 报大学 就是报学校的时候 他就是人家对要求 提供父母的信心 那样子 那样对孩子就影响了 孩子的终生了 在临卫区公安局出示的 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 记者看到 顶替田娟上学的人 叫郭娟妮 当地公安机关 已经查明了 郭娟妮冒用田娟身份信息一事 可是田娟不明白 为什么直到现在 郭娟妮还要用田娟的身份信息 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 田娟也曾将此事 反映到渭南市崇宁镇政府 但是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1月23号下午 田娟再次来到渭南市崇宁镇政府 了解事情进展 这个事情我要跟我们领导汇报之后 看这个事情具体是有回复的 虽然我是主管经老院工作 但是这个人员聘用 不是我来聘用的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事情 我跟我们主要领导汇报之后 领导说看这个事情 到底是由我负责呢 还是由哪个其他领导 或者管这个编制 或者管人事方面的领导负责 随后在崇宁镜老院 记者见到了事件的另一方 郭娟妮 他肯定是拿我录取通知书了 如果他没有那个录取通知书 他咋能去上那个城关之中了 他根本就没有报优师 何况他也不是应接生 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 那个不是应接生 那当然这个东西 也是严格的来进行管理的 你怎么能拿到他的答案 那这个你让我当时笑 对不对 我当时做事 那这有这个机会 看你上不上 谁给你说有这个机会 我当时 你爸爸 我爸 对于郭娟妮所述的话 田娟已经无从考证 可是郭娟妮 既然已经更换了身份证号码 为什么还要继续用田娟的身份信息 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呢 就是你说的这个事 我从来没想过 就是更正的事 对 因为这一年多了 我可能就是说 心里憔悴 憔悴 根本就想不到那一块去 我们栏目的记者 张亚罗也正在当地进行采访 我们来连线一下 海罗你好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主持 好的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陕西省 蔚南市崇津镇 我身后呢 就是崇津镇政府 刚刚呢 我们也是联系到了 昨天接待田娟的那位工作人员 他说呢 他目前还是没有把他的事情 反映给他的主要领导 那田娟是周一来反映这个事情的 现在已经周五了 可以说事情是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进展 那针对田娟所说的学籍和大案一事呢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赶到了 蔚南市临卫区的教育局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1997年的时候 学生的学籍都是纸质的 由当时他所在的学校来进行保管 那早些时候呢 我们也是赶到了1997年 田娟就读的县王中学 还有城关职中 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但是 由于教育改革的原因 县王中学已经在2012年 变成了县王小学 所有的教职员工呢 已经是分流到其他的工作岗位上 那城关中学呢 是在六年前变成了上德中学 田娟提到的校长贺百苗 也已经退休 目前我们是还没有联系到 当年负责田娟学习大案的工作人员 可以说遇到了瓶颈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事情是大家更加关心的 比如说身份信息是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管理非常严格的 那田娟的身份信息 为什么会被别人使用 这个里边是人为的操纵 还是制度的漏洞 究竟是哪个人 或者是哪个部门 应该对此事负责任呢 对这些事情 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我们也不希望 类似于田娟的事情再次发生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海龙 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你想那么大的一个镇 那么多的工作 当然一个小小的老百姓 被别人冒用了一下身份 这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还没有被报上去 我们只是想督促一下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 稍稍能够用一点心 能抓紧时间 把这个事情给相关领导 汇报一下 看看有没有有可能推进 让这个事情更好的解决 而且当时内方也说了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恶劣 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 我们特别评论员白宇 白宇您好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 记者在这边 一直想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然可能也需要相关的部门 共同的推进和配合 如果说这个事情 比如说它可能会涉及到形势 或者涉及到其他的方面 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像公安机关在内 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推进 给当时人一个说法 但是问题就在于白宇 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会经常地出现 其实从这个本案来看的话 它有可能会涉及到 形势和民事两个方面 比如说形势方面 是不是涉嫌伪造这个国家公文 或者说是伪造身份证等等等等 同时如果说 冒名顶替者用这样假的身份信息 去获取了相关的权利的话 是不是还会涉嫌到诈骗的行为 那么在民事方面 那么被冒名顶替者 应该是通过诉讼的途径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撤销对方的相应的 非法获得的这样的一些权利 同时来申请赔偿 那么其实类似的案件 之所以发生 我觉得是从几个角度 是把关不严的 比如说第一点 那我们应该讲 是各个方面都应该是依法作为 或者是依法不作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依法该你做的你要做 不该你动手的 你不要去动手脚 那么包括冒名顶替者 本人和他父亲这一方面 包括相关的 比如说教育部门 招生部门 学校 就是审核和把关严 这个把关人 以及监管部门 是不是做到了监察到位 那么现在我们说 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和当年已经不太一样了 互联网是有更多的 监察的手段在里面 比如说验过要留痕 每一个操作过这样系统的人 都应该留下你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那么每一个人要相应的密码 或者账号 你才能够操作相应的系统 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 也是要加强管理的 最终其实我是特别希望 冒名顶替者能够拿出一个 更加积极配合的姿态 其实你们两个人 当年都是未成年人 事情发展到今天了 能不能够更积极主动配合一些 让你们两个人的伤害 都减轻到最小 是的 非常感谢白宇来跟我们联系 而且说句实话 我们也想事情过去了20年 那么这20年当中 经过了那么多人 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事情追根溯源 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真诚的 希望当地的相关部门 能够拿出更加积极的态度来 给这个事情的一个更好的解读 我们当然也是会持续地 关注整个事态的进展 另外也告诉大家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新闻线索 您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来跟我们的栏目取得联系 热线十二 今日关注 大龄男子相亲娶妻 新婚妻子竟是被拐外籍女子 大车小车被推下近十米高台 只因债务纠纷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话题了 结婚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了 不过也会让人闹心 前不久山东济南的张先生 通过相亲认识了一名女子 然后马上感情升温就结婚了 可是没想到婚后第二天 这张先生就成了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传唤到了派出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小有三不后为大 就有点 有点着急 说话的这个男子 名叫张卯涛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张秋雪 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家里人很是着急 于是2017年九月 托人给他介绍了个媳妇 张某涛说 他当时去乡亲看到那个女子名叫 默默不是本地人 两人语言沟通有困难吗 语言不通的话 手势也可以 简单的话语能说出来 家里几口人啊 什么普通的吃饭之类的 张某涛说 他并不知道默默家住哪里 但是通过这次见面 对默默很喜欢 看他的言语表情应该愿意在这 他那穷很穷 喜欢在这 愿意跟我在一起 拼的事我不知道 都是家里大人一如伯伴的 婚事坛成 默默也住到了张某涛家里 就在他们新婚的第二天 张某涛的美梦就破碎了 在这儿 一共待了一天 张某涛说 在结婚的第二天 在当地警方例行的走访当中 因为默默的语言不同 就引起了走访民警的怀疑 对于默默的来历 张某涛的母亲说 是别人给他儿子介绍的媳妇 是有个亲人 他吧 他来 我又说他 我就托他 我说 这孩子最小大了 等于也没拉 我媳妇拉了 好几个没拉 我心慌 我说 咱那么大岁数年 都结婚生孩子了 但有这个 他说 这个我去介绍一个吧 他去介绍 介绍了 这不是说吗 他介绍了这个 是哪里来呢 所以完成了 我也不清楚 针对张某涛家的反常情况 民警反复讯问 最终张某涛和家人承认 这个名叫默默的女子 是通过别人介绍 买来的媳妇 张某涛的家人 是花了八万五千块钱 买来这名女子 当时把这名女子带到 从公安机关来之后呢 出于语言不通 一两个字的这种交流吧 由于语言不通 民警通过翻译 确定了这个名叫 默默的女子来自缅甸 是被张某涵 以介绍工作的名义 骗到张秋 卖给了张某涛做媳妇 根据默默的说法 被骗到张秋的缅甸籍女子 不止她一人 进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呢 发现在我们这个下去呢 还有两名 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名女子 被这个非法拐门到我们这里来 为了尽快查明案情 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张毛海 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询问 但是张毛海并不承认自己是拐卖 经过讯问 张毛海虽中还是交代了 他拐卖免籍妇女的事实 张秋警方将三名被拐免籍女子 妥善安置 而三名收买被拐免籍籍女子的村民 也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为尽快抓捕其他试案犯罪嫌疑人 2017年9月16号 办案民警年夜赶赴 3000多公里外的云南省永德县 对其他试案犯罪嫌疑人 进行布控抓捕 至此 这起重大的跨国团伙管内妇联案告破 这个团伙啊 就是他们都是有亲属关系 就他们首先到云 因为他们就在云南边界 就是和缅南打戒的地方 他们出入境啊 他说要偷渡过去啊 比较方便就是 过去以后 他首先找好目标 然后骗取目标的线类后 就是把目标偷渡到中国 经历云南 就是他们永德县 然后由张某海 在张秋这边联系后下家买家 就是然后然后坐汽车或者飞机 把他们带到这边来 目前三队嫌疑人张某海等人 已被当地人民检察院批捕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一般咱们说到地下制毒加工厂 您印象当中不是在深山老林里 就是在那个非常非常隐蔽的地方 不久之前啊 吉林警方打掉了一个特大 制贩毒的团伙 摧毁了多家制毒工厂 这些制毒工厂 有的竟然就在小区里 今年春节期间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静岳分局的民警 在某小区内进行微爆物品检查时 突然闻到了一股刺激性的味道 据居民反映 这种气味是从小区的一栋住宅楼里飘出来的 第二天我们特意晚上去 真就发现这个味道了 神秘的气味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通过排查 犯罪嫌疑人孙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通过多日的遁守 警方对其实施了抓捕 在孙某的房间内 警方当场查获了液体冰毒9.05公斤 固体冰毒3.74公斤 以及大量的制毒原料和制毒设备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孙某28岁 毕业于吉林省某重点高校 据孙某交代 他是通过自学化学公式和微信群 掌握的制毒技术 他不仅在长春市建立了两家制毒工厂 进行毒品生产销售 还通过网络视频和微信群等方式 向他人传授制毒技术 我给他们画了一个图纸 如果他把我的图纸订作设备的话 每个人应该是一些生产 五六百五斤一样的问题 我给他画了一个图纸 就是一个人可以操控 完全手动 你只要能拿东西 我不想卖在本地 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是干什么 人低调的还是 做人还是低调的好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原料供应者 各级毒品销售代理 以及众多制毒学员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饭毒网 他们通过网络互相联系 利用快递进行毒品运输 当时我们考虑挑重点的大 一个是成都方向 一个是黑龙江方向 通过侦查 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赵某 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赵某曾前往长春 向孙某学习制毒技术 在掌握制毒技术后 赵某便开始通过网络等方式 公开进行制毒方法的教学 案情明朗后 专案组开始收网 民警先后在河南 江苏 天津 山东等地 将孙某的六名销售下线抓获 今年六月 犯罪嫌疑人赵某在广州出现 警方立刻将其控制 并通过赵某摧毁了 多家制毒工厂 就在市地 实际是五个制毒场所 缴合的毒品量非常大 制毒原料三百公斤 制成的毒品也十多公斤 热线十二今日关注 大车小车被推下近十米高台 只因债务纠纷 近日在安徽和上海等地 接连发生的车辆 在小区停车场被刮 被破油漆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监控显示 事发时为凌晨一点多 一名男子沿着小区东门进入 拐弯后进入小区的楼前通道 随后男子手持钥匙 开始一路划车 然后发现我车子被划了一条 很长长的干的 也比较深 都上底级了 然后车子也是刚买的 也比较心疼 事发第二天 辖区排除所陆续接到小区居民的报警 民警立即赶往事发小区展开侦查 停靠在小区楼前的十几辆车 均被金属物划上了长短不一的划痕 有的划痕还很深 看了着实然为心疼 通过我们调查了解 当天年车有14辆车的被划 此正有三辆是杠上海的行车 这么多辆车一夜之间全被划上 究竟是何人所为呢 警方随后反复查看小区监控 发现划车男子最终消失在小区里的一栋高层居民楼内 民警初步判定 嫌疑男子可能就居住在小区内 经过调查队法 我们基本锁定该嫌疑男子 居住在该东区民流的11层母住户 但该男子经常不在家 经过一个多月的蹲点守候 嫌疑男子终于出现 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控制 经询问 嫌疑男子姓潘 为除州定远线人 今年24岁 一直在事发小区租房居住 事发当晚 潘毛喝了酒 回到小区后 想起自己的车曾经被人划伤过 突然心生报复心理 就借着酒劲拿着钥匙 对路边停放的车辆 走一路划一路 一直持续到自己租住的楼前 同样因被报复车受损的 还有上海宝山的顾先生 他停在小区车位上的宝马车 被人用红色油漆漆上了 欠债还钱之类大事 我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的气愤 因为首先从我个人来说 从来没有在外面欠债 或者怎么样 小区监控显示 事发时 两个穿着黑色连帽衣的男子 来到顾先生车旁 用随身携带的油漆罐 在车身上喷完色 迅速离开 同一时刻 道路监控里 一辆可疑车辆 引起警方怀疑 这个小区 它是一个人行道的一个门 不可能有车子开出来的 那么唯一这个车开出来 就是说车在那个上街眼等人 核查车辆信息 警方发现 车主竟是小区保安队长 在掌握相关证据后 警方将保安队长丁某等五人抓获 经查 两名实施喷漆的男子 是丁某花钱过来的老乡 丁某交代 对顾先生车喷漆 是因为顾先生经常会对小区管理 提出意见 这让他怀恨在心 因涉嫌故意损毁公司财务 丁某等五人被依法刑拘 案件仍在进一步证办中 我们来看这个湖南 有几个小朋友呢 跟自己的父母呢闹了矛盾 结果离家出走 这一走走到了高速公路上 幸亏咱们民警啊 及时发现把孩子们带回了家 人跑到高速上来路啊 你从哪里上来的 先跟我们回去 我在外面到了呢 高速上不准你走了 上车了 那你在外面吃什么呢 吃野果 晚上睡哪里啊 睡草窝了呀 感觉是蛮大的人 还敢一个人在外面跑 跑不通吗 跑不通 不是一个人在外面走 我说你感觉挺大的 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 该名男孩安全回到家中 无独有偶 在护于高速的一条应急车道上 民警也发现了一个离家出走的男孩 当天下午两点多 同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警车 在巡逻时发现 护于高速应急车道边上 有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书包 在行走 民警立即将这个小男孩带到警车上 通过调取视频 民警发现 这名男孩中午1点的时候就已经上了高速 民警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走了近10公里 通过耐心沟通 男孩到处的原委 前一天晚上 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在家里因为学习的事 发生了一个争吵 他妈妈就是说了他 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赌气 就是准备到这个江苏 去找他的爷爷奶奶 因为他孩子小 他就是买不了这个车票 他就想起来 他这个爸爸以前开车 就沿着这个高速走 去过的 然后他想去认为 沿着这个高速就走 就能找到他的爷爷奶奶那边去 民警立即打电话通知了男孩的母亲 并得知 其一直在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 小孩母亲就是告诉我们说 小孩早了大概7点多 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他一直找也没找到 他也到这个 向那个110 这个打电话 这个报警了 也向派出所报案了 一直没找到 直到我们这个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小孩 一个人在高速上行走 我们来了解下一条 高利贷不仅是高利息高风险 而且还违反法律 因为借高利贷而引发的案件 也不计其数 教训也是十分惨痛的 我的相似还不是这么行 我这楼的 楼大点 后来那脚车还要走 你看看有机会的脚车 你看 脚车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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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要紧 不要紧 把那个来的鞭坐 鞭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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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